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欢迎来到无马汽车 这是奇亚EV5 在之前我们已经拍过它静态的一个表现了 还有它动态的评测我们也是拍过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来拍这台EV5呢 是因为它最新推出了一个款型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长续航的版本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长续航版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升级吧 首先先给大家放几个空镜来看一下 这台EV5的长续航版本跟普通续航版本 到底有什么外观上的区别 大家可以猜一下 其实大家不用猜了 这个长续航版本跟普通的版本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是奇亚EV家族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它这种灯组的一个造型都是非常特别的 并且整体的一个形象也是足够新能源化 另外我们这台EV5 因为它整体的定位是偏向于家用 偏向于使用类型的 所以它整个设计就是这种比较方正的类型 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 所以它内部的一个空间利用率是很高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EV5内部空间变化的一个魔术空间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后备箱的一个表现 我们都知道EV5因为它整体的空间很大 所以它这个后排其实是可以做到完全放倒的 怎么做到呢 是因为它的后背放倒的时候 它连着坐垫一起下沉 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完全存平 并且像是我们这台展车 它官方给我们配置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电子 KIA的 所以能够很好的契合这个后备箱 所以在这里睡觉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 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两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平时的时候呢 就是在五座端上下 这个后备箱的使用性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虽然整体是比较规整的 看上去整个空间都是蛮大的 但是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储物格 还有我们也说过 这个东西就是把这块板往上拉起来之后 它可以形成一个案板 平时给孩子写作业啊 或者说露营的时候 做吃的时候放一些调料啊 或者一些花呀 放一些类似于户外的蓝牙音像啊 在这里都是非常惬意的 并且它上方还有一个灯 所以整体的使用性非常OK 除此之外 我们能够看到它还有一些移动的锚点 用来可以固定不一样尺寸的一些东西 譬如像是你平时买的一些家具啊 或者说零零碎的东西 其实你都能够 拍下这些锚点来去固定到你需要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备箱的使用性在同级之中应该是最能达 而且是最好用的 其实EV5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是它基于存电平台打造 另外一方面它整个轴距是很长的 可以做到四轮四角设计 所以供现在整个后排 它发现它整个地台是全拼的 空间很充足 包括它头顶空间也很充足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EV5整个后排的开扬感是在同级之中比较好的 它有比较大的天窗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它侧窗面积也是比较大 比较垂直的 所以采光很好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长续航的版本 它为用户增加了什么呢 因为它听到了用户前期的一些板会 所以它加入了 但是副架小桌板都是有的 另外呢就是在座椅后方这个充电接口 它移到了旁边 同样还是有所保留的 同样还有一点是很亲和的 或者说很照顾到消费者 就是它加入了一个冷暖冰箱 这个冰箱它的温度可以从5度到55摄氏度 也就表明现在夏天的时候它可以冰冷饮 冬天的时候它有热饮 整体实用性也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 我很欣赏EV5这个前排的设计 首先它整个中控台是偏低的 所以我坐在这里整个视野是很好的 包括它整个窗线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这个大通铺的一个设置 我可以很方便的从主驾到去到副驾下车 所以在那些载路啊 这台车都是用起来非常不错的 并且其实它整个中控系统啊 还有这些空调控制的一个按键呢 还有这些储物空间都是表现的相当不错的 但是长续航版本它的一个改变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的呢 其实不单只是颜色不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用上的这些材质也是不太同的 它用的是一种再生的一个材质 包括这些座椅后排的座椅都是 这些都是植物皮革不是动物皮革 也就表明了这一个车厢它要打造的是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 另外就是这个HUD它整理的一个显示指数都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一些车企 它其实为了照顾到用户的一些需求 它也是增加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功能 像是我们这台长续航的版本 可以看到它主机在这里已经有一个腿扩了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有一个一键零重力模式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后退 然后坐垫马上抬着 真的是零重力模式来着 然后腿扩打开 所以中午在这里休息真的是非常不错 或者说晚上去到低窟的时候 在这里听听歌也是一个很惬意的场景 其实作为一台长续航版本车型 大家最看重的还是它续航方面的一个提升 现在这台车它搭展的是一块88.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所以它的CLTC纯电续航里程可以去到720公里这么长 基本上就是同机里面最长的一个存在了 另外我们这个长续航版本的车型 它同样是可以选装EAWD 也就是说四驱车型 这样子呢它多了一个72千瓦的一个厚电机 总而言之四驱就是可以让它开起来更加爽快 特别像是有一些客户或者说有一些用户 它其实像是我们广州这样子 已经下了两三个月的一个雨了 四驱可以帮助这台车在道路上行驶会更稳一点点 以及冬天的时候在北方的用户可以在冰天雪地开起来也是更加稳当一点点 这就是四驱的一个意义了 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续航增加了 那么它的充电速度会变慢呢 其实并不会 这台车从30%充到80% 同样需要25分钟就OK了 所以整个补能的速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台720公里长续航版本的EV5 大家已经看完了 其实它还是保有EV5那种空间利用率 空间变化程度 还有这整体好用的程度 这台长续航版本通通都是有的 并且它针对性的那些升级 譬如像是续航的升级 像是四驱的加油 像是它环保材料的一个使用 像是它零重力座椅 像是小舟板 这些都是用户非常关注的 对了还有那个冰箱 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一点的 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售价 18万多到22万多 整体来说还是蛮具有竞争力的 另外还有点就是作为一台韩系品牌 它也给我们配了很多L2级的辅助驾驶功能 要知道这套L2级的辅助驾驶功能 其实在韩系车 无论是现代的车还是旗亚的车 它总体的表现在合资车里面 都是表现得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价钱 20万左右 会不会选择这样子一台 非常好用又好看 而且整体的一个使用性 还有舒适程度 非常好的一台 奇亚一与五呢